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连政伦理规范也有详细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公务人员 政府首长 民意代表 跟未来在基隆黑社会分子的分级 我认为应该要用更高的标准来看 而且在选举期间 事实上我们都看到了 民众对这些的事情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后来我了解到督察室的调查 其实做得相当的详细 我们也给予肯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采访报导 另外市长谢国良表示 过年期间将加强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打造温暖有爱的友善行人环境 维护行人的通行安全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身为父亲的他 常带着孩子在城市步行的时候 非常有感觉 无论父母带小孩或是陪伴长辈 行经路口时都有安全上的顾虑 发现车辆不一定主动离让行人 因此市府交通处与警察局 将加强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就是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在过年期间 我们希望加强宣导 对于行人友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我们希望所有的用路人 都要按照这个道路交通规则 来礼让行人 尤其是针对孩子 尤其是针对我们的长辈 如果在这个行走的过程 而我这些行人在过程中 如果他们没有被汽车离让的话 那我们也欢迎你们提出检举 我相信警察局 包括张局长在内 都会全力支持 受理报案 那我们的目的是要告诉这个城市所有的市民 每一个市民都有可能会是行人 是路人 即便他是汽车的驾驶者 他也是一个路人 也是一个行人 车子要让行人 是最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 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基本要件 从小到大 我们的课本 我们的教育就告诉我们 车子要让行人 尤其要让孩子 尤其要让长辈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呼吁驾驶要有同理心 礼让行人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一旦违法 将储新台币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的罚还 希望驾驶人确实礼让行人 让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基隆的冬天寒冷多雨 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捐赠除时机等123个小家店 帮助65户基隆的弱势家庭 由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与社会处处长杨玉昕 代表接受并表达满满的感谢 画面现场是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特别捐赠123个小家店 帮助65户基隆的弱势家庭 由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协同社会处处长杨玉昕代表接受 社会处长杨玉昕说 感谢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根据弱势家户的实际需求 捐赠除时机 电锅等小家电 帮助改善弱势家户的生活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台亚基金会 非常慷慨的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来帮助这些脆弱家庭 那有123位朋友能够得到需要的物品 那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除时机 在基隆是格外的需要 每天要烘干衣服 要晾干衣服 否则衣服会有臭味 那这会影响人际的互动 对于脆弱家庭的孩子们 或这些受到儿肇保护的 或成人保护的 或者身心障碍或老人朋友 他们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无论是厨师机 洗衣机 这个台灯 或者保温壶 电锅等等 那非常感谢有慷慨的台亚基金会 来帮助我们社会一起完善 这个最有爱的城市 这是最后一里路的需要 谢谢 那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我们的董事长是在柬埔寨的台商 他因为是出生是基隆 所以他在事业有成以后 就想说积极回馈基隆的乡亲 来对基隆的弱势家庭 做一些服务跟贡献 那我们要很感谢 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社会处 这些可爱可敬的社工师们 他们很认真的查访 他们知道这些家庭的困境 所以就积极来寻求我们 跟我们企业合作 那由我们根据他们所调查的名单 根据他们的需要 提供这些弱势家庭 脆弱家庭 除湿机 洗衣机 保暖器 或者是电锅 这些应用的电器用品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与社会处处长杨玉昕 也相当感谢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连续三年捐赠小家电 给基隆需要的弱势家庭 市府也将持续努力 将基隆打造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 代表内政部亲自到基隆市议会 颁发议长及副议长当选赠书 双方谈到基隆城市发展议题时 议长佟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都认为 基隆非常适合推动步行城市 方便大家来基隆 享受轻旅行的悠闲观光旅游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 代表内政部亲自到基隆市议会 颁发议长及副议长当选赠书 双方谈到基隆城市发展议题时 议长佟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都认为 基隆市非常适合推动步行城市 也就是背着轻便的包包 就能够方便大家来基隆 享受轻旅行的悠闲观光旅游 而最重要的就是提供 友善行人徒步的环境 例如电感线路地下化 骑楼整坪等等 可以从基隆火车站以及七诸火车站周边 逐步推动到各区 因为我们在推动步行城市 基隆市是非常适合发展一个15分钟步行城市的空间 地下人丑 但是过去因为欠缺这个都市规划 所以譬如说电感电箱的下地相对的比较缓慢 所以我们现在积极的在跟市政府 然后还有跟台电中央等等单位来协调 我们共同来推动电感下地电箱的调整 然后步行空间的释出 然后我们当然会慢慢做七楼的整坪工作 让整个市中心甚至整个基隆市 包含七土区 暖暖区 仁爱区 信义区 中山区等等 每个区都非常适合来推动 那我想尤其是市中心未来 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从车站或是港区 把我们现在大历史场景等等 一路连接到基隆庙口 甚至南龙路 委托航商圈等等的 让我们城市在地的居民或是观光客 都有一个好休闲的通行空间 我想非常感谢内政部跟中央的支持 也希望说未来我们内政部 要重视我们的台湾头基隆 我想基隆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也必须要有经费的一个益柱 那也希望我们城市长重视七土 重置基隆 未来基隆跟同志我们是跨党联盟 那我们都是部分政党 也希望跟谢市长一起来为基隆实证来努力 也希望说大家一起合作 让基隆未来更好 谢谢 就是因为基隆市小城市 更适合发展步行城市 推展观光 活络经济发展的模式 不像欧美一些大型城市 如果要徒步观光旅游 可能都得背着大型旅行包 才能四处参观 导览当地民胜景点 或是享受美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到三分局制赠红包 给辖区内大约160位远警和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自安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 新年快乐 仅三分局及派出所等内外请主官馆们 高喊春节三大任务 誓言要让民众平安过新年 快过年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以基隆市警察局 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 亲自到三分局制赠红包 给三分局辖内大约160位远警和工作人员 感谢也肯定大家在春节春安期间的辛劳 为远警们加油打气 提振士气 由分局长以及各组组长 队长和派出所所长们代表收下 我们的乡亲一定要支持我们警察同仁 警察真的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包裸万象 不仅限于这个治安跟交通 包括我们这个左邻右舍需要帮 左邻右舍需要帮忙的部分 可以说他们都是不遗余力 所以我希望我们乡亲要鼓励他们 让他们为我们地方把关 谢谢大家 第三分局分局长也代表 三分局全体远警感谢杨秀玉 以及警友站第三办事处的慰绕 我们感同身受秀玉主任他平常跟民众的互动 包含他不做作 包含他很自然的跟民众参与 而且把民众的任何一个小事都当作大事去看待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警察的工作而言 让服务的导向的话能够做得更贴心 其实从主任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 这边我们也要提醒民众 在新春之际务必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如果到市场采买也要注意自身财务的保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民众反映基隆市安乐区新西街207项一带 从去年10月底自癌水公司开始挖入更换老旧水管后 就陆续容易停水 居民苦不堪言 市议员宋伟丽得知消息后 特地到现场会刊 要求水公司在三天内解决问题 有民众反映基隆市安乐区新西街207项一带 从去年10月底自癌水公司开始挖入更换老旧水管后 就陆续容易停水一天到好几天不等 居民苦不堪言 你过过了施工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施工后才衍生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几年从来被试囊过 我才这样 谁设所 都没有水了 才有二人啊 人在一起啊 对啊 不要换反而没事 啊换了反而 肥义变恶意啊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得知消息后 特地到现场办理会刊 要求水公司三天内一次解决问题 让居民可以在农历年间用水不予匮乏 今天计算了你知道吗 太久欢心之后 然后要我们来负担这个马达 这不合理 不合理 这不合理 所以就来几个小时而已 所以说我讲不管来几个小时或什么 你叫我们安装任何一个东西都就不合理 因为原先没有这些问题 对啦 为什么太久欢心应该是更 让我们更方便 十一二十六号过来就变这样了 对啦 宋伟丽的要求也获得水公司的允诺 会确实找出问题进行改善 你们要去 要去那个 你看你侦掇就我们首先 跟地做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全面的检测 目前在这边测压 宋伟丽强调 他也会继续盯着水公司处理好这件事 让新西街207项居民 过一个不用担心 没水可用的农历新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市民朋友大家好 小爱爸爸在这边向大家拜年 在新的一年 基隆全新的市政团队 要努力来为大家服务 为市民做更有感的政策 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 基隆会变得更棒更美好 我是小爱爸爸谢国良 祝大家新春兔来报 羊眉吐气 红兔大展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台咖喉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志伟 新的一年 我要特别祝我们各位市民 兔药新城 那新的一年 志伟会跟所有的议员同仁 一起来努力 一起让基隆的市政更美好 一起监督市政府 那近年台湾的风风雨雨 志伟认为 帕等秋古点都用 我想台湾未来会更加的坚强 那我想我们在自由民主 和平繁荣的这个基础之下 我们台湾的核心价值 我们一定会掌握好 那我们也会带领着 我们基隆市议会 跟所有的议员一起努力 还有民众 我们大家一起 继续让基隆更加的进步 让基隆人持续的骄傲 市民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新的一年里秀玉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合家平安健康 各行各业 红兔大展发大财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谢谢 基隆市民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蔡思应 新等一年来到了 思应在这边 特别在祝福各位新年快乐 兔年行大运 不兔影响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台天公司基隆区处 举行新卸任处长交接典礼 原任处长张玉哲 荣调南荣区处当处长 新任处长由张化区处处长 陈聚胡接任 交接典礼上众贯云集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市府公务处长陈佑川 等各单位嘉宾都前来 观礼祝贺 台天基隆云运处 新卸首长交接典礼 以上原任处长张玉哲 将应信交给新任处长陈聚胡 新任处长陈聚胡 新任处长陈聚胡正式宣誓就职 期许同仁一起努力打拼 基隆呢 向台湾的钢盔 大家想一想 向不向台湾的这个头盔 所以从近代政治经济的这个轨迹看来 我们八开花 当八开花的城市都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人孔的下地等等都是台电一直配合的我们市政府一直来处理这个动作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基隆市民的用电无鱼 台电是最大的最大的帮手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能够在这个用电无鱼的环境 能够推动中大的建设 还有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特别感谢台电 交接典礼上邀请地方各机关首长及代表出席 议长同志委关心基隆电感地下化推动 除了感谢台电这几年的努力 也承诺扮演好市府和台电沟通桥梁 共同为干净城市努力 过去几任这个台电基隆区处的处长 为我们基隆市的电感下地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跟市府还有市议会都做了很好的沟通跟平台 未来期许我们新任的陈处长 在这个电感下地 包含南龙路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道路 可以持续的努力 让我们基隆市的步行城市 还有人民的这个生活空间 可以朝向一个现代化城市 移居城市来努力 那我想相信新的台电处长 一定会让我们这个基隆市民 可以有更用电安全的环境 感谢 原任处长张玉泽 荣调南投去处处长 特别感谢一年多任期期间 同仁给予大力的协助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次来看基隆警察局违规车辆保管厂 发生了围墙崩弱 大量的石块从天而降 当场压毁了下方的五辆车 警方已联系台肥 尽快会开要提出赔偿 监视器一拍下 突然屋子间墙面往右一倒 整个直接垮掉 靠外侧的围墙 直接从四楼高的地方往下掉 现场不只扬起大量粉尘 大量石块 也直接砸中下方车辆屋顶 仔细看 最惨的是这辆警车的车顶 被一大片围墙给压扁 剩下左侧车身还算完整 不过引擎盖上也有大小砖头 不只警车严重受损 还有这辆被警方查扣的黑色兵士 原本是诈骗集团所有 而旁边的B&W也没躲过 后挡风玻璃 大小石块整个被砸破 回到现场不难发现 墙面的碎石持续掉落中 部分残骸还悬在半空 激光安全堪律 我是那間洗車場的水港弄破的 我叫我來看看 隔壁那個洗車場 還有一個水管 雜破的 你的水港 走過去就掉了 掉雜破的就掉了 對啊 原來這裡是金融市警察局 拖吊車保管場 而上方剝落的建築物 是屬於台肥公司 15號晚間八點多 大量石塊從四層樓高的地方倒塌 砸毀數量汽車 由於地處偏僻 兩天來都沒人發現 直到17號上午 遠景巡邏時發現 車輛被石塊壓扁 11點多 我們拖吊廠小隊長在巡場的時候 發現我們拖吊廠鄰近台肥的邊坡 有建築物的倒塌物 這樣掉落 砸到五輛車子 那金融市那個台肥廠的建築物 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掉落一些類似落石 還是建築物的一些東西 砸到我們廠區的五輛車子 裡面包括有三台是那個 因為沒有掛大牌 停在路邊的違規停車 以及我們一台警車 還有一部陰暗查扣的行暗車輛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跟台肥的廠區聯絡 台肥廠承諾說明天下午 我們來辦一個小型的會刊 來釐清相關應該理賠的造勢責任這樣子 還好被砸尾警車 車輪超過十年 已經是代報廢車輛 加上被查扣賓士及三台五排車 總共有五輛車受損 警方已經聯繫車主和台肥公司進行會刊 協調後續的賠償事宜 至於崩塌的原因 仍有待調查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艾四路夜市依照網例規劃全天營業不打烊 即日起到1月29號 讓民眾可以方便逛街採買年貨 品嘗夜市美食 基隆市艾四路夜市 範圍從仁一路到仁三路段中間的艾四路攤商 一共有174攤 平常日晚上才封街營業 範圍是廟口夜市的兩倍大 艾四路夜市的攤販管理委員會 每年都會申請全天24小時營業 來造福遊客 這也是基隆過年的一項傳統特色 它的傳統大概有三十幾年了 只是因為以前政府沒有立案前 是查不到的 那從89年開始 我們有成立管理會 甚至正式向政府立案的時候 那時候就一直都有申請這個 這樣的一個模式是 因為是遊客的需求嗎 應該是說因為我們夜市 他就是傍晚才出攤 所以導致很多民眾是中午他就休假 他沒有地方可以採買什麼的 加上大部分半年貨都會往街上走 那夜市所謂就是基隆人俗稱的街上 我們都會說 雞仔買東西 那雞仔怎麼辦 那雞仔刺激 那雞仔生生生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會往街上走 可是因為畢竟廟口就短短的一小條 那我們夜市是它的兩倍長 所以你如果少了這些逛起來就比較沒有過年的感覺 所以就特地跟政府申請 看是不是只有過年這段期間 因為畢竟其他各行各業都在休息 比較不會影響到交通的情況下 讓我們也可以一起跟民眾這樣子過個快樂的好年 應該是說因為我們就不收了 所以對我們不收攤 那以前經濟比較好的情況下 還有三班次 那因為近幾年是半夜大概只有小貓兩三隻 所以基本上現在出攤的攤判比較不是那麼多 大多都會從11點多 還是開始準備中午這一部分 對 所以以前是半夜真的有24小時輪班了 我就輪過大夜班 我國中的時候國小 所以這跟景氣也有關係對不對 是 是 是 景氣好的時候就有24小時 當然 當然 愛四路夜市的營業包括吃喝玩樂 有美食 生活百貨 小吃 而除了海鮮聞名之外 更匯集了各式的傳統美食 是基隆廟口夜市之外的另外一個小吃熱搜區 歡迎民眾多多來這邊消費 活絡在地的商機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採訪報導 海客館推出了台灣是世界的台灣航海時代特展 以台灣為中心從不同的角度切入 再透過數位科技體驗 讓民眾重新認識這座島嶼 轉期即日起至11月12日為止 歡迎有空的民眾前往欣賞 擁有四大主題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航海時代特展 從不同的面向介紹深受海洋所牽引的台灣 這檔展覽呢 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用更多元更寬廣的角度來認識台灣跟海洋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特展裡面呢 我們會從航海史 會從自然史跟生活的角度來跟大家介紹我們跟海洋的關係 從台灣茶葉及張腦出口的歷史案介紹 到隨著海潮的湧動和數位轉換的技術 透過智慧型手機 你也可以加入策展行列 是船舶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互動的裝置 可以挑選跟認識你喜歡的船舶 然後你上色之後就可以直接立即的投影在我們牆上 你也成為參展的藝術家囉 而19世紀的港口開放 也吸引了西方學者們來台灣進行採集與研究 這也讓台灣站上了世界的自然史舞台 在標本師的橋手下 許許如生的各式標本得以保存 參觀的民眾也可以一堵珍貴的動植物標本 這也跟台灣博物館借的這個台灣野兔標本 我們常講說狡兔三窟 但其實台灣野兔呢 它是不會挖洞的 它會利用其他生物的洞 這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台灣野兔也是台灣唯一 就是一種野生的兔子 在台灣的自然發現史裡面 鳥類事實上是佔滿重要的一個席位 過去這20年來 我們透過一些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研究 生學方面的研究 還有形態學方面的研究 大概平均每年都可以有一個獨立的種被分離出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台灣的特有種已經有32種了 那這邊事實上我們已經把大部分的特有種都在這個展櫃裡面呈現出來 那不管是地資啊 南腹險啊 還有就是深山足跡足跡之類的 那還有一些高海拔的像九紅珠雀啊 金益白美 這些都很值得來這邊觀賞的 還有可觸摸號稱三千分之一森林的苔藓區 那每一種苔藓它的形態其實都是很多元的 就是一些很美麗的 你可以靜下心來觀賞的話 它就像是一個小小的三千分之一的森林 特展中也展出購樹的研究發現 為南島羽族起源於台灣的出台灣說 提供有力的佐證 樹購這樣的一個植物的DNA 這樣可以探究原來南島的這個族群 它的原生地是從台灣這邊出發的 歡迎大家剛好利用這個假期過來這邊 慢慢的看我們這塊土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我們人類的生活改變了什麼 特展期間活動多元 包括了植物標本製作 水下考古 茶葉包裝體驗 戲劇表演等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來海科館 一探台灣海洋文化的多元面貌 記者蔡小鈞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期見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希望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